中學都是比較關注在當代的中國宗教 因為我們也有一門課 就是以中國宗教跟中國道教為主 但是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想先整體的比較了解整個 從改革開放或者是從49年以後 到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宗教的現象 我們讀了比較多是跟社會學比較有關的文章 所以今天很高興請到邢老師 他在香港從事這個課題已經非常久 而且也跟國際間有很多的合作 他從事了好幾個研究項目 都是跟我們的主題有關 他現在也在做中國基督教的 這個口述時的這個大型的一個計劃 訪談了不同區域的這個基督徒 包括牧師 包括甚至人民 包括信眾 都市的鄉村的都有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 請到香港公眾大家的床主席學院 小心 不好意思 來跟我們探討這個課題 那他會從比較大的一個角度 來看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幾個問題 當然我們對其中的幾個問題很關心 就是基督教的發展跟其他宗教之間的消長 或者是互相的一個關係 這個是我們蠻關切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現象是一個當代現象 在過去沒有過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中國傳統宗教的 或者是中國各種各樣宗教的復興的時候 其實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邢老師他會先從比較大的角度來看 然後最後他會再討論他現在在從事的口述史的這個課題 然後他的方法是什麼 然後他目前看到的一個成果是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視角 也需要一個微觀的視角 所以口述史是一個很微觀的 就是比較是個人宗教的發展歷程 個人的宗教的這種生命史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從宏觀跟微觀裡面可以看出 當代的中國基督教呈現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影響了其他宗教什麼樣的訊息 比如說民間宗教、道教、國教之間 他們之間跟基督教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邢老師 非常歡迎請老師能夠來跟大家為我們做的 謝謝老師的介紹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東大宗教所的同學研究生來分享 我今年是開始我的Sabbatical 所以從九月份到明年的應該是八月份 我們從安息年可以安息 然後可以把一些激壓下來的一些研究課題 一些文章要把它趕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在Sabbatical 大部分時間都會待在台灣 然後我就是住在政大裡面 我住在政大的那個新院 在那個新光路那邊 然後我同學也在那個中研院那邊 禁止所那邊也去訪問 所以有些時候會 跑到中研院他們給我一個地方 可以寫東西這樣子 所以然後有些時候會來回香港 或者是出國等等 所以在台灣的時間 也會有好幾個不同的一些分享 演講等等 我自己其實不是一個社會學的訓練的 我自己是歷史學的訓練的 主要的關注就是中國基督教的歷史 當然後來最近差不多十多個十年 我研究的方向從歷史 從晚清從49年前的所謂民國的那段的歷史 轉到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 以及當代的基督教的一些發展 當然當也要談到特別是1949以後的 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的時候 就那個政治那種的影響 是非常的明顯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背景 所以牽涉到那種的 宗教的官司 宗教的政策等等 所以最近的一些課題研究等等 都是在這方面 那今天跟大家做這個報告 那個是一個比較 剛才也謝老師也說一個比較宏觀的 因為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改革開放以來的 中國基督教的一些發展 這個我想已經引起了學俗界 也不僅是學俗界了 也包括教委界 甚至是包括政府 他們也是非常的關注 也是很想搞清楚 改革開放以後的宗教的發展 當然也包括那個 特別是基督教的 那個發展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就裡面會牽涉幾個問題 然後會把它放在一個 宗教社會學的一個背景 理論方面來看 就是因為搞當代 所以我就也要學習 跑田野啊 學習一下這些不同的一些 宗教社會學的一些 理論方法等等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個 半圖出價的這樣子 跑一跑 當然我們搞歷史的一些 也會做甜點 也會特別是反彈 考述歷史 但是在宗教社會學裡面 可能跟希望 有一個理論的基礎在當中 好 那 首先我想一個比較宏觀的一個 背景是關於 改革開放以來的 中國的社會跟宗教 當然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背景 大家都會曉得 其實我們了解這個 宗教的發展 其實它就是一個 國家跟社會的一種 轉型的一個結果 特別是當我們也知道 那個是一個 中國是一個 黨國的一個體系 一個party state 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一個 這裡就說的一個 國家或者是黨國 跟社會的關係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調整 從過去的50年代以來 慢慢形成的一種的 全能主義 然後到改革開放以後 我們看到它重新的回到一個 威權的體制 當然剛剛在這個 十九大 就閉末了 我們會看到 這樣的一種 威權 會更清楚 更明顯的 在那個 在那個 習近平的這個 這個時代裡面 但是 無論怎麼樣 我們會看到 這個文革以後 改革開放 中國的那個社會 跟黨國的關係 是跟文革的時候 以及跟文革前 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這樣的一種的調整 讓中國的 特別是 推動那個 經濟的改革 以及一個 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民間的社會 有一種 空間 的出現 我們說 宗教的發展 肯定是在這樣的 一個 轉型的背景之下 來了解的 這是第一個背景 我想大家 做當代的研究 也會 非常的熟悉 然後第二點 要談的是 我們要回到這個 宗教政策裡面 1949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 對宗教的 政策 是什麼 我們大概 可以把它分為 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從建國 開始 19年到 57年 我們可以把它 稱為是一個 改造 跟控制的 一個階段 它對整個 中國的 宗教的 市場的 改造 後面 我們還會再談 這一部分 不僅是 所謂的 古代宗教的 一個 體制 以及 特別是在它 體制裡面的 改造 目的是要 控制 宗教的發展 然後到 58年的 大躍進 以後 我們已經看到 其實那種的 中國的 左的形式 極左的 那種的路線 開始 抬頭 然後 那種的是一個 其實當時 黨內已經有一種 所謂的 消滅宗教的 那樣 這樣的一種 方向去走 所以 它對宗教的 改造 是一個更 徹底的改造 而且這個 徹底的改造 是 往那個 要把宗教消滅 這個方向去 走的 大六六年 文革 更清楚了 我們都知道 中國是全面 進入一個 消滅宗教的年代 基本上公開的 宗教活動 以及宗教的團體 都已經 沒有了 但是 宗教實在 還是在發展 還是在存在 這個 我們透過口述歷史 已經可以證明這一點 然後 1979年 改革開放 就是重新 回到 一個 控制的 一個 方向裡面 然後 這個 控制的 重點 可能是放在 管理 或者是所謂 依法管理 這樣的一個 大的 方向裡面 去 操作 然後 我們會看到 這個 宗教在 改革開放以來 的 復興了 就是說 因為 剛才也說 文革的時期 基本上是說 要消滅宗教的 中國成為一個 一個 無宗教的 一個國度 然後 但是 在 其實 現在我們的了解 是 這個 復興不是在 79年以後才復興的 其實在文革的後期 在70年代 開始 已經看到 這樣的一種 的宗教的復興 我自己有另外一個 課題 是這樣的 我這個課題 是做 福音廣播 這是一種 宗教的廣播 就是在 中共建國以後 當時 在香港 做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基地 然後就是 把那些 宗教的廣播 通過短播 這個 短播 然後就把 信息 傳到 中國大陸裡面 其實當時 不僅是 宗教在做 這樣子 在美國有 美國基因 在香港 比利斯 梵地港 台灣 只有 民主 中國 都是希望通過 這種短播的 信息 把一種 信息 意識形態 傳到大陸裡面 也包括 宗教 我做的 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 廣播 機關 他們廣播以後 他們收到來自中國大陸的 一種 聽的人以後 他寫信過來香港 這個 真的是 我們很難想像的 因為 他們收到第一封信是在 1959年 收到第一封信 然後 我們的統計 是 在文革的時期 還受到 從中國大陸來的信 儘管這個量是很小 我們現在的統計 大概是 在1979年之前 的信加起來 只有200封左右 就是 從1959到1979年 20年左右 所有的信加起來 大概200多封左右 但是一到1979年 1979年 一年就是 一萬封了 超過一萬封的來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 1979這個 形式改變以後 來的信馬上就超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推論 就是說 原來 在 政治的力量 控制最嚴的文革的時候 其實還是在大陸裡面 是有人 滔滔的 冒險的 去聽這些敵台的廣播的 這個是在當時 如果給政府知道 是很危險的 你去偷聽這些敵台 是當時你說是反革命的 然後 竟然他們是 還是要偷的去聽 然後他不僅是 有人偷偷聽以後 他甚至去寫信出來香港 這個是更冒險的 別人知道你聽寫信 這個 我們現在 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當時有的新聞 怎麼可能能寄出來 但是 現實就是他 甚至說文革還受到來自中國 但主要還是廣東省的信 這個可以理解 所以 我舉這個例子 就可以看到 這個 宗教的福星 其實 但大規模的福星 肯定是在 改革開放以後 但是他那種的 基礎 可能我們現在看到 那種信仰的那種的 生命力 他儘管沒有宗教的活動了 沒有宗教的團體了 沒有宗教的場所了 但是可能在信徒的 不僅是基督教 我想在其他的宗教裡面 也同樣的 一些信徒他們可能還是 把這個信仰保存下來 而且不僅是綁承下來 他們是要想辦法去追求的 好像他們聽這些廣播 有些信徒的 也包括非信徒 他也聽謠寫信出來的 這個是 你可以看到那種的 民間的那種的明信 然後他們也 我們通過考書歷史 發現 70年代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傳教的活動了 他們已經開始去 把這個信仰跟別人 去傳播了 所以這個福興 這個力量 我想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現在 能看到這個福興 也不僅僅是所謂的五大宗教 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 跟伊西蘭教 也包括過去的 稱為奉建離信的這一塊 大概在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 中國也比較 中國政府也比較 也比較 誤習了 他現在 重新的恢復了 這個民間信仰的 這樣的一種的 一個領域 就 就 不完全 都把它們稱為 封建離信 這個也反映了 其實就是說 它已經成為一個 中國社會的一個 現實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 現象 連政府也沒辦法 不能夠 不面對他們 如果你還是稱他們 為奉建離信 但是你也不能夠完全 把這些所謂的 封建離信 都把它取替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 在國內的 學俗界的一些 學姐的 推動一下 一個很好的 互動 最後呢 連宗教局也同意 然後就是 重新的 在宗教局裡面 也開始了一個 新的一個部分 去管理 民間的信仰 然後我們也知道 其實中國的宗教的發展 也不僅僅是 所謂的五大宗教的 也包括五大宗教以外的 一些宗教 當然它的發展 可能在 不是全國性的 我們會了解到 好像在 在東北 會看到有一些 東正教的一些活動 然後我們也看到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可能也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宗教 在國際性的宗教 可能也 隨著中國的 對外開放 他們也重新的 在中國發展起來 新性的宗教 然後 當然 這個是一個 最敏感的 就是那些 邪教 或者是 反動的 會道門 如果我們用楊峰港教授的 那個 三色的宗教市場 來概括 這一塊就是 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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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麼去理解 這個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 整體的 宗教的 一種的 福性 我想已經 引起不同的解讀 不同的理解 包括不僅僅是 學術界了 剛才也說 其實 連丈夫 他們自己也很想搞清楚 到底是 什麼一回事 宗教在中國的發展 會有這樣的一種的 一種的 一種的 情況 也包括 教會界他們自己 可能也會 宗教界他們自己 也會感興趣 那我們 會看到 特別是文革以後 我們 還可以用這個 所謂宗教日 來 形容這個 宗教的福興 剛才也說了 其實在文革的時期 宗教已經在發展 已經 沒有完全的消滅 而且已經開始 特別是在文革的後期 四十年代 開始已經在發展 這個已經證明了 中共的那種 消滅宗教的政策 是徹底的失敗的 我想 黨內 他們自己 已經 也能夠有這個結論 就是 消滅宗教這個政策 是 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從 那個 信徒的人數 可以來了解一下 這個是 我自己比較熟的是 基督信教 這個數據 可能是基督信教的 這個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在1900年的時候 當時的基督信教的信服 大概還沒有超過十萬 還沒有超過十萬 但是到1918年的時候 已經增加到三十多萬 你可以看到 從十萬到三十多萬 就是發生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內 這個我想 在中國基督教史裡面 這個稱為 王金的二十年 這個是 增加了三倍 在二十年當中 然後我們 根據一些統計的數字 可以看到它一直在增長 當然 跟整體的 中國的人口的相比 這個還是一個 不高的比例 但是從基督教的內部 這樣的一個增長 還是比較迅速的 然後我們可以特別要注意的是 1949年 1949年 中共建國的前後 現在我們能了解到的 基督信徒的人數 大概是一百萬 中國現在的說法是七十萬 我想這個七十萬的肯定是不準確的 這個現在一般流行的 是七十萬基督徒 現在我們能夠 我也看到一些 當時候的一些政府的檔案 其實在建國初聯他們的檔案 他們的一些 根據教會的團體的數據 已經是一百萬了 其實 所以這個四十萬肯定是不準確的 1949年 是一百萬的記錄圖 然後 那建國以後 這統計就非常的 沒有了已經 所以我現在 其實很想搞清楚 這中間特別有幾個重要的年份 好像是1958年 特別是58年 等一下我會看 這個58年我想對中國的宗教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我們 下一個我們可以知道的數據 是1982年的 從19號文件裡面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 宗教政策的文件 我們稱為19號文件 裡面就提到基督徒有三百萬 三百萬 要注意這個是政府公佈的 中國政府說有三百萬 在1982年的公佈裡面 從1949年 從1949年 一百萬 到19 當然這個八月年是公佈的 可能他了解這個數據 應該是比八月年更早的 我們還是用八月年吧 一百到三百萬 要三倍 而且大家注意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間發生就是 剛才我說的要控制宗教 要改造宗教 要消滅宗教 要消滅宗教 儘管 共產黨用了那麼多的手段 去控制你 要改造你 甚至要消滅你 最後竟然 增加了三倍 從一百萬到三百萬 而且這個是中國政府 他公佈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政府 他的統計的數據 可能不太可靠 可能跟一些經濟的數據 他可能會高一些 但是所有的宗教的統計 他都會把它壓下來的 他不會讓人家知道 宗教的發展是很快很快的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說法是說 到底整個中國有多少個宗教信徒 整個中國今天有多少人是信仰宗教的 在五十年代初的時候 有一個一 到最近 好像還是說一個一 所以說建國六十多年以來 在中國大陸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十三億了 但是信仰宗教的還是維持在一個一 這些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這樣聽都知道這個不太可能 而且有人這樣 內地的一些學姐這樣開玩笑 她說全世界現在人口是多少人 大概是六十幾七十億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掌握著全球的宗教的 這個population的人數 信仰大大小小的宗教大概是四十幾億 所以全球的人口沒有信仰宗教的大概是十幾億 然後如果中國現在只有一個億的人是信仰宗教的 中國現在人口是十三億 就是有十二億是沒有信仰 那全球不信仰宗教的人大部分都在這麼大陸了 這個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已經可以證明中國的宗教信徒的統計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個事情 但是中國政府也常用三百萬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基督教的一些人數 一方面是中國政府公布的 一方面是全國兩會 基督教的一個愛國的宗教團體 你會看到它 從八十年代一直以來 就是三百萬 五百萬 一千五百 一千六百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重要的是 2010年 這個大家可能都曉得 是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 基督教研究 宗教所 他們基督教研究中心做的一個第一個建國以後的一個學俗界 做了一個基督徒的一個調查 他們在一零年的時候公布了 都在他們那個宗教南皮書 這個中國宗教的南皮書 2010年裡面公布 但這個調查的他們所做的 是應該是在08、09年還是07年左右才去做的 是中國現在唯一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去做一個關於基督教的一個調查 這個報告大家可以在10年的這個宗教南皮書裡面可以找到 那個報告 他說中國現在的基督徒的元素是2305萬 這個是社科院的 然後這個社科院公布以後 就幾乎成為著一個中國的一個政府 也這樣說 兩位大概也是用了這個說法 然後到201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剛就是這個基督教的上級愛國運動的委員會 他們有一個紀念的活動 是紀念他們的一個60周年的一個活動 然後在這個活動裡面 又有一個新的關於基督徒的人數公布出來 這個他們說是2300萬到4000萬 這個 大家 我不曉得 我們從一個學俗的角度 2300萬到4000萬這樣的一個表達有沒有問題的 2300萬到4000萬 中間那個range是1700萬 一個統計 中間那個range是1700萬 這個好像不太好對不對 我們說2300萬到2500萬可以 因為這個range不能太誇張了 1700萬怎麼可能這樣子的 但是他們是這樣說的 是因為2300萬肯定是有根據這個院 然後他們就把它 幾乎他們是要把這個人數上調到 有這個方向可能要上調 但我們也知道在國外也在做很多不同的這些 中國基督徒人的調查 那個 詠證 還有洋峰港教授等等 都做很多的一些推論 一些統治 到底中國的多小跡是不是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坦白說 但是說如果 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可能承认大概会有4千万 那我想这个应该会比这个多 但是有没有一个一呢? 有人说超一个一 这个我们都真的很坦白说 我们没办法做这个推论 但是如果你说有五六千万 我想这个应该是可能的 从1949年100万 1982年300万 到现在增长到大概是五千万 六千万 我想这个增长 尽管中国人口是13亿 这个只有五六千万 占13亿还是一个不高的比例 但是从交交内部 到现在交交他自己发展的那个背景 刚才也说了 经历了文革 消灭宗教 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社会转型 转型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增长 我想这个确实是我们感兴趣的 当然我想是在元素方面 如果大家关心的是习大宗教 可能天主教还好 也可以找到一些人数 但是可能是关于佛教 道教这个是比较麻烦 因为怎么去界定他是一个佛教徒 一个道教徒 或者是所谓民间信仰 我想这个更不好去找到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统计 现在我们常常在中国听到一些所谓的佛教徒的人数 道教人数 这个到底他是怎么去定义 这个我想这个是 就是我们在中国宗教研究的时候 发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 很困惑的 一个人说他是佛教徒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佛教徒 这个是大家可能做这方面会更熟悉的 那接下来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做宗教社会学的时候 肯定会学习的一个理论 一个所谓secularization 是俗话的一个理论 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新谈这个理论是讲什么 大家都是这方面都在熟悉的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 到底这个世俗话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里面 他们怎么去理解它 特别是在那个学术界 以及在政府共产党里面 他们的宗教理论 他们跟这个世俗话的理论 是不是有一种的关系在当中 特别是我会刚才也提到 这个19号的文件 1982年的第一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宗教的政策的文件 它其实它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 它是一个唯物主义 它们根据那个马克思的那种的宗教观 一方面说宗教是亚片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说宗教最终会消亡的 特别是经过社会的改造 进入那个工厂的社会的时候 宗教就会激然的消亡 这个是我想所有的马克思的宗教理论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宗教最终会消亡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19号文件里面 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观点 一方面他们是说宗教是消亡的 追踪消亡 但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对宗教在中国这个长期性 做了一种新的解读 这里引用了一段19号文件的说话 他说哪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建议 经济文化的当一定程度的发展 宗教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那种要为依靠行政的命令 其他的行政的手段 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 做法也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的 是错的 所以这一段他们首先要说 他相信宗教会消亡 但是他不相信宗教很快会消亡 这个很快 甚至是要消灭他 他们说这个是错的 是不可能的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说了 你会看到犹豫 犹豫犹豫犹豫 结论就是什么 长期存在 所以这个19号文件 它在宗教理论方面 第一个要做的是要解释 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统计是这样 宗教的会增长的 这个是共产党他自己都要去解释的 因为如果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应该共产党执政以后 新教的人数会慢慢减小的 宗教没有马上消亡 但是他还是往最终消亡的方向 应该是慢慢慢慢减小的 因为社会的矛盾会减小 因为社会的矛盾会减小 破碎的阶级已经没有了 不像过去的这样子 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统计阶层 共产党的统计是好的话 但人民就不再需要用 鸦片来麻醉自己了 所以应该 新教会会慢慢慢慢减小 那现在刚才也看到 共产党自己公布的基督徒人数也有300万 比建国初年的100万增加了三倍 那他们自己也要去很头疼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300万的数据 如果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 那就是共产党的统计很糟糕了 在他的统计之下 还是一个破碎的阶级 还是苦难的 然后人民要用宗教来麻醉自己 以及到宗教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三倍 那他们不可能再这样 所以他们 这个实体化文件用了很大篇幅 来去解释 为什么宗教在中国会 原来 尽管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但是它还是会长期存在的 为什么呢 他说 由于 旧的社会 还有遗留下来旧的思想 还没有彻底的消除 由于社会生产力提高了 物资丰富了 但是这个还是要一个很长的奋斗的过程 由于严重的天灾人祸 由于还存在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 国际的环境 所以 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 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还会长期存在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说 可能这个实体化文件 它 说这个解释 跟这个世俗化的理论 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修正的 因为世俗化的理论 其实 我们也可以说 马克思那种宗教观 也可以放在一个所谓的 伎俗化的 宗教的追踪的 的影响力 人数 可能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各方面的条件 可能会慢慢慢慢的减小的 但 现在 工厂他自己首先 就要重新的去理解 去解释这个 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个矛盾 所以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他们现在 就是面对这个 亚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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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 宗教是人民的 亚片 这个是不是还是有效的呢 宗教 他们还是相信宗教追踪 为基亚效亡的 但是 面对这个理论 跟现实之间的矛盾 这个张力 他们就提出一个所谓的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 宗教的长期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理解 来去解释 这个 这个 这个先算 你可以说是 中国 学俗界 或者是政府 他 对 这个一般的 我们称为 系俗化的宗教理论的 一种的 修正 一种修定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代表的著作 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出版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宗教理论 我想这本书是最重要的 是一个经典的一本书 这个是上海的社会科学院的宗教所 他们是政府委托他们去做这个调研的 去了解 到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 到底宗教的情况是什么呢 然后 他们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正式的提出 我们要放弃这个 这个鸦片 鸦片论 就是宗教不再是人民的鸦片 这个说法 只是 马克思当时候的一个 一个说法 跟今天中国的处境 是 是 是 不 不适合的 今天 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的作用 就不能够用鸦片 来做一个 一个说明 这个是 这个87年这本书 一个很重要 在宗教理论里面的一个突破 这是 中国共产党 正式提出 要说 我们 要放弃这个 鸦片的 宗教是鸦片 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当我们回到这个 西方的理论 我们也知道 这个 这个 这个理论 其实在西方的 宗教社会学里面 其实也在 也在讨论 也在争论 最后代表性的 当然是 这个 帝德伯格 他 当时也是 他也是这个 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推手 但是他在 1999年的时候 他 在这本书里面 要提出一个 Desecualization的 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 他自己也放弃了 这样的一种 所谓宗教系俗化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 这个 系俗化的 这个 理论去解释 宗教 在社会的那种发展 在西方可能很受欢迎 但是 西方的理论界 可能也是重新的去检讨这个理论 然后放在中国的这个 独特的这个处境里面 在中国的这个宗教理论 当他们自己也面对他们 寄生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 情况就是 为什么在共产党统计之下 宗教 增加 宗教的人数 是复兴的 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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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想 连共产党他们自己 也要去 去搞清楚他 然后他们去 在他们的这个处境之下 他们去 修正这个 鸦片论 但是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的理论的局限 他们还是要说 还是最终下亡的 但是这个追踪肖丸 跟这个长期存在 他们就是要面对 这样的一个 这个理论上的一个 一个矛盾 然后这里就引用了 这个增加明 当然今天 已经是习近平的时代 这个增加明已经是很奥出来 已经 但是 在宗教理论方面 我想 这个增加明在整个方面 他还是很重要的 但我想在习近平的时代 他也会有一些新的宗教理论会 会 会 推出来 这个是 江小明 收在他的文学第三卷里面 他在2001年的那个 全国的宗教工作会议里面的一个报告 他的一个发言 是论宗教问题 他又是对宗教的长期性 他有他的一个说法 随着社会主义物资文明 精神文明发展等等 然后 他还是说 宗教最终会走向效王 但是他说 这绝对不是 短 时期内可以达到的 然后他就说 宗教走向最终效王 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效王还要走远 我觉得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宗教走向最终效王 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效王还要走远 他也就是说 有一天可能中国没有阶级 甚至是没有国家 但可能还有宗教 这句话出自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最高领导口中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革命性的 在宗教理论方面 因为没有阶级没有国家 就是从马克思的说法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 就好像基督徒期待的那个 那个 上帝国已经降临 马克思主义者说 有一天没有阶级没有国家 有个根据马克思的说法 是应该那个时候宗教已经效王的 这样证明很有意思 他一方面说 最终还是效王的 他还是引用了这个马克思的话 但是他要说 可能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相信最终效王 那另外一方面要说长期存在 长期存在 到底有多长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这个长期可能已经是 好像是去到一个infinitive 这样的一种的 那个 那如果这个长期长到 好像 infinitive 那最终效王还会发生吗 好 好像如果你去 老师 你们要叫那个 昨夜assignment 还有deadline 然后 deadline到了 然后你去跟老师 很忙 不能交给你 deadline 不能写完 请老师 给我一些 多一点时间 然后 现在老师问你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五天 两天三天 你说 哎呀 我追踪一定会交给你的 你相信我吧 追踪我 我会把我的assignment交给你的 但是 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交给你 那如果这个学生跟老师说 我追踪交给你 他也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交给你 从老师的角度就是什么 其他应该交不了 所以 一方面说追踪效王 另一方面也长期存在 而且是 没有阶级 没有国家 可能还有宗教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共产党他们自己 现在都觉得 其实它应该是 重点是长期的 但是他们放不下 这个追踪效王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信仰 如果他们连这个都放弃的话 那这不是共产党的经常 但是 其实他们要面对这个长期存在 而且 这个长期是它继续在发展 而且是在 同国的发展的可能 所以这个是共产党要 他们在宗教理论方面 我们已经发现它要 要面对这个宗教的 这个福兴的这个现象 而且他们也 反过来 这个宗教福兴的现象 是挑战了 共产党的这个宗教的理论 让他们要去修正 去调整他们对宗教的 消亡跟发展之间的这个定位 这个 这个 当时 国家宗教局的局长 王组安 他也是要解释 因为他们都要做解释 所以他当时的解释就是说 哎呀 这个 社会主义基督的建立 宗教不息 就会重途 陌路了 科技的猛烈 疏猛发展 也不代表宗教会没有它的长生 人民生活的丰富 也不代表没有宗教的土壤 所以他作为一个宗教局的局长 他的答案都是否的 宗教还可以长期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宗教社会学的一个世俗化的理论 跟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日 的一个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对照 然后第二个角度 就是一个 我们从宗教社会学里面也会有一种 我们称为一种的conversion theory 就是会解释一下 到底为什么有人会信仰宗教的 这个为什么会信仰 宗教社会学去解释这些conversion theory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的观点 然后我现在要跳过去 就也看看到底在刚才所说的 这个大的这个长期发展的这个脉络之下 他们现在中国大陆里面 在过去他们怎么去解释 为什么中国 那么多人信仰了 在改革开放以来 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中国 为什么宗教的发展会那么快了 但刚才也说了 首先他们这些鸦片论 后来他们已经 刚才所说的 在那个87年的那个 上海社科院那个报告里面 他们已经把这个鸦片论把它扬弃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 后鸦片论的一个时代 然后我们会看到 在当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理论 一个是在南京大学的 他们有一个宗教所 他们出版的宗教 这个期刊 这个现在已经停刊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上海社会院 他们还在出的 是当代宗教的研究 这两个都是内部发行的 都是公开发行的 所以变成是我们做一些学术研究的时候 就很难从一个什么公开的 什么期刊网里面 能看到他们的内容 但是这两个刊物 南京跟上海 他们这两个刊物都是很重要 因为都是在宗教的理论方面 很重要的 而且上海社会院 它特别是做很多的田野 他们就是做很多这些 不仅是上海 也包括不同地方的一些 宗教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 发展的一些田野 然后他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院 他们所做的 就是为党 为国家的宗教政策 提供一些理论的一些根据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我们会看到 在八十年代以后 到这些学术界 特别是社会院的系统 他们在这个 为什么 那么多人在中国 社会主义的 社会的处境下 会信教 这个成为他们的 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比较熟基督教 所以用基督教 来做一个例子 我会做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说法 都会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中国基督徒 有所谓的山多跟西多 什么是山多西多呢 就是妇女多 文化程度低的多 然后是老人多 最后是农民多 这个就是西多 这是中国基督徒 最多是什么 就是一个老太太 他的户口 在农村的老太太 然后他的文化程度 可能是很低的 可能没读书 还是只有小学没读完 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中国基督徒的一个形象 你想谁去中国基督徒 就会想起一个老太太 没有读很多书的老太太 她在农村里面的一个老太太 这个是社科院的 刚才所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刚才在那个中将难题书里面的一个 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统治 刚才所说的是2305万的基督徒里面 70%接近是父女 然后54%是中学 不是中学 不好意思 是小学 我打错字 是小学的程度以下 是57% 然后初中以下的是32% 所以正式意思是说初中以下的加起来是80% 文化程度是偏低的 然后老人都65岁以上的是25 55到65岁系的是25 所以意思是说从55以上的 大概占了一半 2000多万的基督徒 占了一半是55岁以上的 但农民这个就没有统计了 意思是这个农民不代表她真的是一个农民 意思是她的户口在农村 我们都知道中国户口的季度 把缘分在长西的户口跟农村的户口 所以她的户口在农村不代表她真的是一个户农的农民 现在很多这些农民她们都跑到城市里面去打工了 我们称为民工 她们的户口还是在农村里面的 所以一般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当代的都会听过这个说法是中国基督徒有三多或是四多 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去了解的也是 原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基督徒的分布还是不太平均的 这里是2004年的 从那个爱德基金会 MT Foundation 是在中国里面的一个基督徒背景的一个NGO 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一个NGO MT Foundation 爱德基金会 她在04年公布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一个每一个省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分配 我们会画一画一画一看到 这个在这个公布里面会发现最多基督徒是在河南 第二是在安徽 邪江 江苏 福建 山东 云南 1234567 你会发现 这基督徒 7个省已经占了超过75%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基督徒的分布存在着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差异在当中 现在我们都常常说河南就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大省 第二是安徽 你会发现河南跟安徽都是代表了什么 然后一个内陆的一种的农村的一个情况 然后洁江 江苏 福建 山东 这是圆海的 圆海的 基督徒最早是进入中国的圆海 然后云南是代表什么 小树米株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它还是呈现的几个特点 一个是内陆 圆海 跟小树米株 这个是我们去了解当代的中国基督徒要发展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差别的 然后到底国内的宗教理论界它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山多或西多呢 这里引用了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都发现它们的解释是很粗的 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信徒信教 因为他们都是贫穷落后 就是信教的人都是贫穷落后的 因为你看那个山多或西多就反映了 我们不说妇女多吧 因为说妇女多是一个问题是不太政治正确 但是你说农民 那个老人跟那个文化程度低好像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一种的 怎么说 边缘的群体 它是没有文化的 它在农村里面的 它是老人家 所以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都是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一个所谓的弱势的群体 那中国大陆里面不管是宗教局以及社会科学院的学者 他们的解释都是说就是因为他们贫穷 因为他们贫穷 他们落后 所以他们就需要宗教了 所以这里 这个是宗教局 江苏宗教局的一个干部 他解释为什么江苏那么多信徒 他说因为大部分的信徒在江苏都是在苏北的 不是在苏南的 江苏的经济就是苏南是富庶的 苏北是贫穷的 所以他马上就说了一大段话 就是说哎呀 他们就只能祈求上帝 他们生病没钱去看医生 就用祷告来医治他们 就逃入宗教 就是因为他们有苦难 你这个说法就是马克思的 信教因为有苦难 国内的宗教理论 他们就最 原来一方面他们口头不说是哑片 但是他们追踪解释的时候还是觉得 为什么信教呢 因为那些是有问题才信教的 正常的是不会信教的 一个人好好的是不会跑去信仰宗教的 他信仰宗教一定是因为他面对苦难 他很贫穷 他在思 他面对人生的很大的挫折 等等 这个是当时的宗教局的局长叶晓文 他也是这样说 贫穷愚昧是宗教的根源 从地域来看 农村里面 先印度集中的 都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那些贫穷代 所以 为什么农民 是那么多农民 为什么他们都是老人家 没有文化的 因为他们没有知识 所以他们就是迷信等等 这里都是类似的 我就不啰嗦了 也是 有些落后 摆脱 有些贫穷 等等 刚才所说的 那个87年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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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主义的 实际的宗教问题 那个边界就是罗竹锋 他也是这样类似的 就是 还是会有人会 在那个困难当中 还是需要寻找宗教的 特别是在经济贫穷的地方 当然 中国 如果根据他们的说法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宗教日的出现 就是因为 新加的人 都是中国社会里面 贫穷的那些人 是那些 呃 边缘人 麻津隆 这个说法是不是 恰当了 我想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观点 去指出这个说法不准确的地方 好像我们可以反证他 诶 没有 你看温州 温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快的地方 温州的宗教 不仅仅是基督教 温州的佛教 民间信仰 也是发展得很快的 那你用一个温州 就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反证的例子 说 经济发展不代表 不会新加了 你说落后才是新加的根源 那为什么温州一个经济水平那么高的地方 会经济宗教的发展那么快呢 这个你怎么解释它呢 那如果你说很贫穷就会很多人信教 那用基督教作为例子 基督教在湖南 广西西川的人书 你说河南安徽就是内陆贫穷的大省 所以很多人信教 那为什么在其他的省也是很落后的 也基督教的发展要没有那么快呢 那刚才我们会看那个图表 会看到 其实 那些贵州 你看 那个 湖南 甘肃 等等 那些地方 又不代表 因为贫穷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规律 那在另外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 又好像没有很快的 很多基督徒在增长 那 如果 假设我们还是同意的 贫穷落后 是跟宗教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为什么是基督教 而不是其他宗教的 为什么 反映在基督教当中 又没有反映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所以 这个 光是用一个社会禁忌 特别是中国的 信教的人 都是贫穷落后 来解释这个宗教认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很粗 而且是很不严谨 非常不符合这个 我们现实的一个解释 但是我们说这个解释 到今天为止 还是中国 我们只要翻译一下 内地那些做宗教社会学的很多文章 书 还是会发现 他们很受到这样的一种的 这样的一种的社会经济 来解释宗教发展的一种的影响在当中 这个也是他们解释河南 这个也是他们解释河南 因为河南就是落后 所以呢 回到宗教社会学的conversion theory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conversion theory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些marginal man 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或者是一个所谓string theory 那些毛线 他受到很大的压抑 一种的压力 宗教会成为他们的一种的方向 一种寻找的出路等等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宗教社会学理论里面的其中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说 哎呀 这个 真的是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情况吗 我们确实是要 绝对以社会经济 用来解释宗教业 人家皈依宗教这个说法 我想特别是当我们去做口述历史的时候 我去做访谈的时候 做田野的时候 我们正是可以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真实的情况可以把它 了解 发掘出来 重构出来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发现 内地他也要做田野 他们也要做万俊 但是你会发现 哎呀 他们好像已经 已经有一些P-supposition来做了 这个是2009年的时候 一个中国的精神生活的调查 他在问他 为什么信教 他总结了一些原因 信教的人是因为 宗教高 他做人的道理 语言为上 宗教给他一种的精神的充实 心井的安宁 宗教文化感人 消灾除祸 顺利 疾病 这个是一个09年的一个 中国出版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他不仅是做宗教的 但是里面也包括了宗教的一个 一个调查 然后另外呢 刚才代表性的那个宗教南居书 2010年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你会发现 他的统计是 信教的人 68.8%是因为生病的 因病信教又会符合那个 Marginal theory 就是Marginal man 因为他physically 他可能面对疾病 然后他有贫穷 没钱去医病了 所以他们都去拜神了 去信上帝了等等 用宗教来医治他们 西叶不顺 家庭不合 孤独无助 你会发现 这些他们给人家填的这些选项 你反映了这个人 他设计问题 还是有问题的 他给你填 你是生病的 西叶不顺 家庭不合 孤独无助 他已经假设了 新家的人 都是 不太正常的人 或是很有问题的人 你要不就是生病 要不就是 西叶不顺 家庭不合 孤独无助 等等 所以这个我想 在去我们做田野 或者是做访谈的时候 如果牵涉到这个 conversion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确实 我讲 考出历史就可以 避免了这些选 但是 听听那些人 他的一些故事 可能他真的是生病的 但是他生病跟新教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可以 他可以是因为他生病 然后感觉到 那个 信徒给他的关心 那种的爱 那种支持 也可能他因为他生病 让他重新思考 人生 思考 生命的 短暂 短暂 那种的局限 追求人生的意义 所以 这些关系 生病跟宗教之间的关系 是很复杂 很多元的 但是内地 可能他们 哎 生病都是那些 很贫穷 没钱看医生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 中国大陆 现在呢 那种的 去 解释 这个长期存在的宗教 为什么新教 原来 尽管他们一方面 就是说 哎呀 不是亚骗了 真的可以长期存在了 但是 他们 重新要解释 他的 为什么新教 他们还是 很受到这样的一种的 观点的一种的影响 就是 还是回到 他那个 marginal man的 这样的一种的 theory里面 社会经济 落后 这个角度来看 然后 第三个 我们会了解的是 一个 宗教社会学的 关于教会 跟教派的一个理论 但是这个 我们会 还是会想起 那个 Max Weber 他提到 那种的 church denominations sex 这样的一种的 分类 等等 然后 我们要跳过去 看看 中国的那个 基督教里面的 独特的一个 情况 我们知道 中国基督教里面 有 所谓的 三次教会 这个是一个 爱国宗教团体的 一个 教会 另外还有 所谓的 家庭教会 天主教的 地下的教会 这个打错记 多元的模式 但是 这个我们说 这个二元的 去解释 中国基督教 就是三次跟家庭 这个 现在所有 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 都知道 这个二元的 这个观点 是 是 很有局限的 不能够 关系看 就是三次跟家庭 把它 就是二元的把它 分开来解释 我们还是要承认 存在是 多元的一种 特点在当中 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了解 那个多元 就是 中派 的传统 今天 其实 在 台湾 在香港 在世界 很多新教的地方 都还是有 中派的 denominations 这个 但是 确实 在中国大陆里面 我们会发现 现在他们称为 一个post denomination的形态 一个 所谓的 中派后 这个中派后 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就回到 刚才所说的 1958年 58年 在整个共产党 去改造 宗教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年份 在天主教系教育 在基督教系教育 在西兰教 在藏传的佛教 这个都是一个 非常critical 的一个年份 在基督教里面 他们就推行 那个联合礼拜 联合崇拜 正式的把 中派的主职 把它取消了 然后 文革以后 他们就不恢复中派 然后 只恢复这个 两会 三季 但是 没有中派主职 是不是代表 中国没有中派了 这个当我们去 做当代的 中国基督教的 研究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好像公开 我们看不到 中派 没有什么 圣公会 没有什么 金星会 长老会 等等 但是 你会发现 这个中派的问题 其实还是 我们要了解 当代中国 新教的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现象 这个一发便 我会发现 有很多 原中派 他的势力 很强的 这个包括 正义秀教会 这个在台湾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教会 另外 是 安市议会 还有 聚会处 聚会处就是台湾的 教会了 这个教会的传统 你会发现 特别是 这三个原 中国大陆 成为原中派 原来的中派 其实他还是 非常的 有活力的 他们还是 积极地去保持自己的组织 他是非常非常的 厉害的 这三个东西 有他的共同点在当中 尽管他的传统不同 而且中国的中派 不仅是这个原中派 我们会发现 很多新兴的中派 其实很多家庭教会 有规模的家庭教会 他就是一个新兴的中派 如果你回到 宗教社会学里面的理论 他可能不是什么 圣工卫 不是什么 威力卫等等 他是一个有 规模的家庭教会 好像西川的 王妮的 超羽之福 好像北京的 守望教会 或者其他的 你说他们不是 自己的一种 有他们自己的传统特点的 但他们可能 把他们称为改革中 但是他已经是一种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一种的中派 中派的特点 是因为有新增加的 随时都可以有新增加的 新增加的中派 会翻出来 开创出来 所以当我们去做 当代的中国 旧教的发展的时候 这个中派 我们不要以为 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派的 一个中教的环境 其实这个中派 还是一个活胜胜的 一个传统 而且影响很大的 一个传统在里面 当然 最后了 我们还是会 回到宗教社会学里面 还是会发现 其实 你会发现 今天中国里面 常常的一些 考号里面 背后都可以用 宗教社会学 来去做一些解读的 好像我们会看到 宗教跟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相吸引 宗教跟和谐的社会 宗教跟国家安全 宗教渗透 你会发现 这个还不是回到 宗教社会学里面 那种什么 conflict theory 冲突论 就是 宗教跟国家安全 宗教跟渗透 也回到 functionalism 宗教跟和谐社会 跟十三公益 你会发现 原来 这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一些 跟宗教有关的口号 其实你都会发现 有一种的 可能 可以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当中 特别是那种的 冲突论 功能论里面 可以找到一种的 一种的 对应在里面 然后我们放过来 不把那个 党国抛开了 我们回到民间 又会发现 其实那种的 civil society 那种的 所谓的social capital 这些理论 其实要帮助我们了解 宗教在一个民 中国现在的社会 在一个民间的社会里面 当地中国的宗教的情况是什么 宗教团体 是不是一个 Civic society Civic community 它有没有 Civility 它们是不是也有一种 的所谓的 宗教的基本 as a social capital 这样的一种的 一种的 发展 这些都是我们 去重新了解 从一个民间的角度 去看宗教发展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重新再看的 很多的 引起很多观点 那最后我介绍了 几个一些田野的项目 跟一些考株的 一些历史的情况 然后我曾经去深圳 你会发现 现在中国有一个 工商基督徒的团契 代表了中国 社会经济改革开放 一部分富起来 一些企业家 有钱的人 这个要证明了 刚才他们的理论之后 现在我们发现 很多企业家 他们会 也是最熟宗教的 不仅是宗教 佛教的也有 道教的 民宗教都有 为什么这些有钱的人 他们会 寻找宗教了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有兴趣的特点 当然 特别是这里 我们发现 中国已经出现了 不少这些 基督徒的一些 工商人的团契 就是那些有钱的基督徒 他们自己 成立了一个团契 他们都不合法 他们怎么去建立他们的合法性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钱吧 他们很多都是人大的代表 什么政协的代表 他们就可以利用他们这样的 企业家 做生意的一些人 跟政府之间的那种的关系 在里面去寻找他们这个宗教身份的一种的发展 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去了解这个 做这些工商人基督徒的田野 跟访谈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哎呀 里面可以多了解那些有钱的人 富有的企业家 他们为什么会追求宗教呢 他们怎么去理解宗教跟中国的 他们的那种宗教伦理 跟他们的机场的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有兴趣的了解的 然后另外 刚才也说小数民族 其实也是中国当代 宗教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我们也曾经去过一些 一些 这里是贵州的一个苗族的一个地方 我发现其实在云南 在贵州 小数民族在某一些族里面 新教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当然我想这个跟台湾的研究 可以有一些对照 因为台湾原住民 其实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原住民 他们的一个 新教的比例也是很高 背后的就是说 其实那些原住民 或者是中国的小数民族 为什么他们会 新基督教 或者是天平教呢 他们可能这个宗教 跟他们这个族群的 身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就是 也是我们关注这些 原住民 小数民族的宗教发展的时候 可以注意的 然后 我也曾经在北京 做了一个项目 在里面去访谈了 一些不同背景的教会 包括那些新兴的家庭教会 农民工在北京的教会 他们都是河南的一些教会 然后他们很多民工来自河南 然后他们那个教会 都是河南的民工为主的一个教会 也包括那些温州的 那些有钱的企业家 他们也在北京建议他们的教会 也包括那个上级的教会 我那个研究就是关系 不同类型的 北京里面的教会 他们怎么去 一个所谓 Civic Community 基督教是不是能够有多大的程度 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公民 共同体的一个操作 就是新兴的 农民工 有钱的人 还有这些跟党国关系 比较密切的一些体积的交配 我们做一个比较 这个是在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的一个研究 当然刚才夏有希也提到 我们最近也在快要接触的是说一个口述历史的 我想这个口述历史有一些地方就是 我们可以打破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 中国 其实我们会 刚才已经会发现了 其实基督教的发展 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域的一个差异在里面的 我们在河南做的 跟在西北的小说民族的 跟在远海的 或是在捷江的温州的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要 要呈现这个生存跟这个福星 基督教的 不仅是佛教也好 其他宗教也好 可能我们要 从中国把它拉下来 回到一个很local的一个perspective里面 其实可能在不同的区域 可能这些宗教的发展 会存在着一种多元性的差异在当中 可能某一些区域 可能某一个宗教发展比较快 但是另外一个区域 可能很多宗教都发展很快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机会以后 能够多做一些不同宗教 不同区域的一个比较 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 在田野里面 也需要做很多的口述访谈 才能够帮助我们 搞清楚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个口述力行的商务 也会选择不同的区域 我们就是挑选的 温州一定要挑的 在河南一定要挑的 在东北要挑的 因为东北是最近发展很快的一个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新的板块 等等 我们会挑选一些不同区域的 也挑选一些不同年代的 因为这些不同年代的帮助我们了解 基督教在不同时代的一些挑战 我们希望尽量找到一些经历文革的一些老牧者 通过他的访谈 真的了解文革的时候 到底他们怎么保存那个宗教信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去面对这个困境 以及他们去为后来的基督教发展奠定什么基础 我们也希望寻找可能不同年代 好像是八九前后 我们要不同了 八九前后访谈那些 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带领人 他们就是八九那代的大学生 他们经历了八九六世 以后他们成为基督徒 然后他们后来就成为一个牧师 然后到底这个八九民运 对他们有带来什么挑战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就是很不同 我又会了解到好像是 两千年以后 中国的一个经济技术发展的 又是一个新的时代 那这些不同年代 我们也要取一些样板 来做一些口述的访谈 希望能够尝现一个 时代性的一个不同 或者是一些期待性的一个经济发展 某一个特点在当中 当然我们也希望了解不同背景 社会经济的感觉 越来越多元 那个所谓的三多已经是 已经当绝对性好像还是的 但是我们发现在城市里面 很多大学生 那些大学的老师 那些工商企业家 那些白领 那些律师 专业的 艺术家 我们发现这些都是基督教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背景的人里面 很多专业里面 都有他的一些很不同的发展 这个我想好像这个也是 其实杨梦档教授也是另外他在做的一个方向 然后刚才我说的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中派的传统 我们现在也是继续的希望在访谈当中 也牵涉到一些不同的中派 地方教会的在内地发展很快 长老中 新兴的最近十几年来 很快速的一个增长 不同的属灵的传统 它代表现在也希望 受在我们这个考树的访谈当中 所以我们总的来说是希望 通过这些不同的选择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一些 但考树历史是很不容易去做 因为考树历史是人的记忆 所以它有可能会记错的 会有一种偏见的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使用它的时候 需要小心 也是可能需要在用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很多的一种 在方法上我们希望能够要 可能跟文献 或是跟其他的做很多的一些参照 来去用它的那个观点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不同的角度 然后能够回答这个生存 福星 其实也是回到刚才所说的 一个大的宗教社会学改革以来的 为什么在文革以后 宗教或基督教在中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 到底他们为什么新疆 他们新疆对他们大的什么改变 以及在对整个中国的教会跟社会的影响 为什么 这个都是我们关系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报告是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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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谢谢林老师 我今天做一个很大的背景介绍 这个背景我想对大家要认识当代中国宗教 不只基督教 中国宗教整体面包都很有关注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提问 因为时间也升不过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跟星老师讨论 我问几个问题 那个我 我是外郎人 所以我有一些还蛮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像现在这么多 有中泰色彩的这些教会 那他们经营的模式是怎么样 他们跟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样 是不是政府的在三次教会之外 但他们还有保持一些管理 或是政策上面的管控 这些 对 先讲先讲 我想这个是很多很复杂的 那些中泰有些是加入了三次里面的 有一些他们是在三次外面以一个家庭教会的形态发展的 然后你加入了三次也有不同的差异的 有一些他们只是在三次教会里面是小数 有一些他们是主流 就是看地方 因为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原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直以来在这个地方里面 好像那个湖南 正业树教会是一直以来在49年前已经是发展很快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今天可能在湖南某一些地方 你会发现那个三次教会两会里面 几乎就是正业树教会在 在怎么说 在主导了这个两会 这个某一中泰就是两会的主流 在某一地方你会发现可能那个地方教会是主流 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中泰的传统 过去一直以来在这个地方是比较薄的 那他们现在这两会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小数派而已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里面存在着一种的博弈的 就是那些原中泰跟其他之间那种 就是背后就是谁有那个power 就是实力 影响他们在两位体积当中他们的那个角色是什么 有的时候很微妙的 有一点好像那个一国两制这样子的 所以说只要你加入两会 你不挂你中泰的招牌 那两会可以给你 某一个程度的记住的 就是一种好像 只要你愿意一国两制高度支持了这样子 会有这样一种的情况 所以很复杂 就是要local 就是我们要回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个不能中国一概而论的 中国很多不同地方 其实会发现很不同的那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那再请问就是那选择用家庭教会这种方式来发展 他们的好处是在哪里 这样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不要加入那个两会 有一些呢 他们还是受到过去那种历史的一种的影响 他们过去受过三级教会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伤害 那也有另外一些呢 他们就是从一种的觉得 其实神学的角度 他们就是觉得教会不应该接受任何的政府的一种的管理 不管那个是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就是他们不是纯粹针对共产党 也有一些呢 他们可能就是 其实他们家庭教会也不代表他们跟三级教会的关系很差 也有一些是关系很好的 也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需要具体来区分他们的那个情况 但好处是什么 有一些的好处是 你加入了这个两会的体积呢 你就要受到那个政府的管理 你没有合法的身份 但是你的空间可能会大的 有大理会说 哎呀我合法的空间不会更大吗 你但是这个是很吊诡的 你可能没有一些机会 但是你另外一些机会的空间会更大的 因为你不需要什么都得到政府的批准 两会很多时候你办一个培训班 可能要宗教局批准 你要你要去那个可能跟外面的宗教的主席去交流 要得到宗教局的批准 但是你是家庭教会,你办什么都不需要得到他的批准 但他们跟政府之间要有另外一种默契的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就是杨凤朗叫灰色的西藏,有一些地方 他们不是红色,但是灰色,那个灰色其实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没有合法性,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社会的一种的现实 像前面像,您刚才提到就是基督教很多都是老人家妇女 最近有达到他,就是有些知识分子,然后是专业人士 那他当初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些比较有知识分子的人接受基督教? 如果特别是一些,好像北京做的例子,因为北京是高校很集中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家庭教会他们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去做很多的一些传教的工作 这个都是在政府眼中都是非法的,因为现在还是说大学生不能新教等等 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 所以他们就是,学生工作现在是很多家庭教会 做的最,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的家庭 一些新兴的家庭上为他们很有目标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个,反正商机教会他们就是比较被动 他们只能说大学生进来我就欢迎他们 但是因为他们刚才说他们不能做一些政府不允许的事情 在校园传教已经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活动 在现在的中国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会发现是他们是有 然后那些工商人的团契他们又继续在有他们的一个network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企业家 然后他们很多时候会跟其他的一些企业家有很多的活动 可能会邀请他们来参加他们的那些特别给那些工商企业家的一些聚会 给他们办一些护道会等等 他们都是物以类聚 他们都是在一些大酒店里面 很豪华的五星级的大酒店办一些活动 那些有钱的企业家就是喜欢去这些地方 你跟他去一些其他地方可能那些人不去的 他讲到的内容可能也会适合这些工商企业家的某一种比较关心的那些课题等等 那我再问一下 那我是很好奇 在那个温州那个教堂十字架列拆的那个事件之后 那在中国出现了基督徒出现了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他们有没有后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或是他们有支持政府行动的这样的声音吗 这是这样的状态 好 那个坦白说公开的很多说去支持温州的不多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知道很多交位 其实他们还是比较不愿意公开跟政府对抗 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一种的生存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因素 也有一些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我们不管了 我们只关心我们这个属灵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会觉得 哎呀温州教会还是最有应得的 因为他们太有钱 太有钱他们就是盖那些教堂都是很豪华 很炫耀他们自己搞一个很大的洗衣架 可能不惜高取上帝 所以他们有一些确实有时候上帝现在是通过共产党来提醒他们 去侵罚他们 审判他们 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要悔改等等 因为温州的教会发展的模式是比较特别的 有一些其他地方可能也觉得 哎呀你们这些有钱的基督徒都是 他们不太喜欢他们那种作风也有 但是也有一些 但是在温州里面确实是出现了一种维权的情况 但是在温州或者是结匠里面 跟政府对抗维权的比例还是小的 但是这一小部分已经引起很大的一种的一种的改变了 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以前很少会看到 信徒这样的一种的跟政府对抗的 现在这个案例确实是不是个别的 是一个比较有规模性的一种的 甚至是连那个爱国宗教团体的那个 结江省的那个基督教协会的会长 顾约社牧师他是 这是结江省里面基督教最高领导了 政府最信任他的 他也公开反对政府 这个是建国以来从没发生过的 结果他就给政府抓了 就用一个 禁忌的一个罪名把他抓了 然后这个案已经拖下来 现在都还没开庭了 好 这样好像之前有听这个同学说就是 好像就是在那个三地教会里面是不能谈默示论的 是不是 哦 这个状况 对 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 从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里面 他们要说宗教跟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相适应 那这个相适应呢 他们的要求 其实这个不仅是基督教的 每一个宗教都要在你的那个教义里面去问一问 我的教义有哪一些是可以正面的积极性的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你就要把这些教义弘扬它 发挥它 反过来 在你的教义里面 有没有一些是负面的 消极性的 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不好的 那你们就要去改革它 所以这个教义可能没有办法的 但是他们确实是很担心这样一种的默讯论 因为默讯论就会对现实有一种的审判 我们学宗教史都知道了 很多以前的什么宗教判断案都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默讯论在当中 所以这个变成是他们确实会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我们暂时没有看到很公开的说不能谈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成为一种好像是 一种好像是一种self-discipline 要自我的一种的阅速 有一些牧师确实在这方面不敢多说 我确实看到有人曾经有牧师公开的祷告的时候说 在这个湾区博被谬的世代 这个公开祷告这样说 在这个湾区被谬的世代 这个是圣经里面保罗的一句圣经的修话 你这样说是不是代表现在共产党统计的中国是一个湾区被谬的世代 这会引起很多他们觉得会给人利用了 你这样说不好了 那些国外的敌对的反共的宗教渗透 就会夸大你的这个说法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他们变成是他们 因为刚才也说 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 那个宗教的国家安全 现在成为国家的一个很重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个宗教的渗透 我现在不说帝国主义了 现在他们说国家安全 说宗教渗透 这个变成是那你怎么去解释圣经 然后会不会给人家利用了 妨害了国家安全 这个或者是你应该多说一些爱国的 一些爱国爱教的 爱国的教导 宗教怎么去符合这个爱国主义 这个现在我们会看到已经成为一个 如果我们去做田园也会发现 现在有些地方很多宗教场所 他们已经要挂那个国旗 是强迫他们挂那个五星的红旗 在他们的宗教场所里面 然后在洁江省已经在做的是 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范围里面 放了很多那些CCTV 就是那些监控 然后那个监控很多都 这个监控不是教会自己放的 是政府放的 那个信息是传到宗教局里面的 然后他们就可以通过监控了解这个水源 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对着那个讲台的 那到底那个牧师讲到讲什么 他们都马上传到那个政府里面 那是不是有一种无 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真的 那么勤力在听你讲到这个 我们也怀疑 但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的 无形的一种的压力 会存在 这个好像是一个老大哥 这样子都是在 这样子 我回应一下 参与老师刚才有讲到 党国自己也想要解释 为什么中教人的权在 我觉得在他们那个 有些出来的结果是很 互相的有冲突不对 这样子 其实他就是党国的教育 如果是行的话 为什么中教人权在 他富裕了真的 人民自己也有自己的记忆 像是很多年前有些人现在还记得 在文革时期他有一个口耳相传的鬼故事 叫做《一双红鞋子》 还有中国现在不是拍那个鬼片 到最后他都说其实他是精神病 但是其实很早时期他 中国大陆真的有拍过一部正式的鬼片 叫做《高楼孤魂,勾劳孤婉》 然后我有听潘少聪、吞熊他的网台节目 有时候真的广东省的广州的人 他会打电话来香港 就是他网路是受到限制的 可是他们也非常的努力的想要去听 外面的那些广播电台网台节目 然后也会说他们自己的一些 关于宗教会神鬼的经验 然后主持人也问他 为什么你相信不是唯物主义吗 不是不相信吗 他觉得就是他们也知道 在那一迷茫的那种气氛是公开说 或者是跟家里人说也是不好的 所以就要跟外面 香港、澳门那些电台节目的 才能讲 然后 对,我有一些认识的同学 他可能也是广东省 从内地广东省出来读书 他曾经很有趣 他说既然英国都殖民我们在香港 为什么不要把我们也殖民了 他就说我都是远海的 也是连在一起啊 对 对 邢老师我常问一下 这几年来在中国 沿海带地区 就拆下来很多基督教的教堂了 对 然后就是好奇 这是不是针对宗教复兴的一个手段 还是是来减少信徒 对 好,谢谢啊 那个 他拆教堂可能真的不多 我觉得 所以主要真的是 那个在洁江省 那个拆十几家 那个是 那个是很厉害的 因为洁江省整个省 拆了现在我们了解是 一千五百到两千个教堂的 十几家是给拆下来的 我看看我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图片给大家可以 照片给大家可以看 看看 这个确实引起我们很多的一些关心 就是 似乎是那个针对宗教 然后特别是洁江省 因为刚才我们也知道洁江省 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教 其实他不只是基督教大省 他只是宗教大省 我们现在 我关心拆十一家的时候 我会发现 他针对基督教是去拆十一家 但是他针对民间宗教 他拆了很多小庙 这个真的是拆的 很多小庙 那些不是大的那些佛教 道教那些习惯那种 是好像台湾那种小庙 那些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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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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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堂那些 他拆了很多 这个 我看他们的一些文献里面 会发现 他们怎么形容宗教在结症的发展 他们用快 用多 用乱 就是人数很多 发展很快 很乱 很难 就是 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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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乱 乱 这些都是有一种价值的判断 所以他们现在说要 重新的去 把宗教的发展 在结症省要把它 规范 恢复一个继续 一种继续 所以 确实他们是 现在会 其 发现在某一些宗教发展块的省 结症省 我觉得他确实是希望 把那个 宗教的增长 要把它压下来 或者是重新的要 恢复他们统计节眼中的一个 继续 在里面 不仅仅是家庭 家庭教会 也包括 三级教会 因为 蔡十一家里面 大部分给蔡的都是那些 三级教会的那些 那些 那些教堂 这个 我看看 大家看一些 小片 大家会看到 我看看 一个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 洁江省的信徒 他自己拍的 他就是自己 他是一个摄影家 然后他就特别去 把一个给拆下来的 新家的教堂拍下来 每一个都是没有信教的 你看到 那你会发现 这一家省的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的教堂都是很大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 教堂的建筑很多都是很 有一些都是很西式的 哥德式的 那个西式家都在教堂屋顶很大的 然后晚上他们会亮灯的 然后 洁江省呢 特别在温州 确实是那个 教堂的那个 密度很高的 就是说 你在那个高速公路 一直看 你会看到两旁 真的是有很多教堂的 然后晚上 你看到就是 红色的西式家亮灯 所以当时他们拆西式家的时候 就是其中一个 首先第一批要拆的就是 高速公路两旁的西式家 然后就 另外一些西式家呢 要求他们 晚上不能亮灯 所以他们明显是 针对这个西式家 这个宗教的符号 不能够在 洁江省的这个 公共空间里面 能够 能够 出现的 所以这个是 你会看到 它确实是针对一个 宗教的符号 为什么不允许 这个西式家的符号 在中国出现 在公共空间出现 在公共空间出现 背后应该还是有一种的 账机的因素 在里面 这个是 大家可以 这个很漂亮 因为它自己是一个摄影师 它开了它的车 然后它特别是调整晚上 因为它就是晚上太长漂亮 但不能用漂亮 就是因为 派出来的教堂都没有西式家 它要表达这个 西式家已经给拆下来的 这样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现象 这个 好 好 我想问 算是两个问题吧 一个是 在美国的时候 我知道有一些 在中小学的课本里面 是不能谈演化论的 演化论 在美国 在美国 演化论的问题 在中国的教会里头 它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在涉及到世俗化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在中国内部的这个 基督教跟其他的 宗教之间的禁销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宗教市场有一个人来看的话 那特别是这种 也属于跟地下教会 在竞争的这些民间的教派 像贯道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所谓的邪教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子 那另外一个小问题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特别是十九大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我想那个十九 十九大以后 那个是很明显 因为我们知道 习近平是一个极权医生的一个 他跟以前很不一样 这一趟可以看到 然后他在他前几年 已经召开了一个中央的统战工作会议 然后也开了一个全国的宗教工作会议 那里面都会看到 他确实要提出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新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理论 他特别重视中国化 宗教要中国化 这个中国化不仅仅是那种文化的中国化 也包括政治的中国化 所以洁江省后来他们 后来在拆席家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中国化放在教堂里面 建设计里面 他们说 这些礼拜堂都是非中国化的教堂 所以他们要盖一些中国化的教堂 这些总计就是不能够超西方 什么哥德社这样子 这个是已经 在中国已经开始有人讨论的 以后我们开教堂了 不能开西洋的教堂 这个是其中一种中国化的体现 这一趟你看到他是说要建立一个什么 习近平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你会发现他已经在前几年已经说 他要搞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就是我想这个宗教理论是他特别要提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理论 中国化肯定就是这个理论的一部分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刚才也稍微提到的法制 法律 他是 现在他们很清楚的是要搞很多法律出来去控制宗教 所以以后你就 你不能说我反 怎么说呢 你不听政府话呢 他就说你违法 但是他们这个法制 这个完全是一种的利用法律来管制的一种法制 这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法制 这是一个 rule of law 跟 rule by law 的那种的分别 但是以后很清楚的 他们用差其架已经 他们把这个差其架变成是一个违法 跟人家说因为他违法我差 所以你反对差 你们就是要在宗教搞一个特权 听起来好像是很动力的 但是他们这些 以后会用很多法律作为他们的包装 来去控制宗教 以后当你反对政府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违法 违法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打压你们的一个工具 我想以后那个管控会更严 他会更不容许那个大学生跟儿童信教 这个现在已经在加强了 然后也包括那个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会更抓得更紧 这个也是很有一些的 你会发现改革开发以来 所以共产党一直都在一阵子就会出一个文件出来说 那个党员不能信教 所以那个宗教约其中一点体现出来是在党员里面的 为什么党员会信教 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关系 对不对 我想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是很头疼基督教的 因为基督教是一个传教的宗教 然后其中一个他们传教的对象就是那些穆斯林 特别是他们听到什么传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 然后那个什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大国 要去向那个穆斯林传教 首先是中国的穆斯林传教 然后就通过西江 然后就传回耶路撒冷 这样子他们 我们都知道那个宗教和谐 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 他们特别是会怕 一方面是怕那个宗教内部的那种好像 穆斯林那种的恐怖主义的极端的倾向 另外一种他就是怕基督教会跟特别会跟穆斯林之间 会发生一种的矛盾 因为特别是他知道在基督教团体里面 有一种要募酸的倾向 然后这方面是他们特别现在看很紧 所以他们已经召开了几个会议 特别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要怎么维持和谐的关系等等 当然现在在农村的地方我们已经发现 基督教跟民间信仰之间的矛盾现在会增加了 在过去政府还没有允许民间信仰那种合法的身份 但现在已经封开允许默许了 已经承认他们的地位 所以变成是在一个乡村的地方里面 基督教跟中国传统的宗教之间 或者是信徒不能拜祖先 信徒跟其他民俗之间的那种的关系等等 现在可能我们已经发现可能会 未来可能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这个也可能是一种 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忘记了 演化论 演化论 演化 Evolutionism 噢 进化论 噢 进化论 对 这个 因为中国的整个国家教育的体系 是无神论基础的 所以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是教导他们是进化论 但是在教会里面 他们在主业学里面 他们就没有另外一种教法 现在我们会发现近十年有一种新的现象 这是一些家庭教会 他们不信任国家的教育 他们就说 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国家的学校里面 接受那种无神论教育 这个是称反了我的宗教基础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教会 他们自己办学校 他们Homeschool 他们用那种的家教的方式 办学校 而且他们完全是用美国那种的宗教教育的教材 从贵文贵夫这样子 一起把他们教 有一些教材 就是非常基督教取向的 这些里面完全都是讲创造的 完全不接受那种的进化论的 现在这样的一种的家庭教会办学 统计现在全国已经有接近一百所了 规模不大 但是政府现在我们去年已经开始看到 政府已经开始取替部分了 因为它完全挑战了整个国家的教育的那种的控制 这个我想也是可以值得注意的话 这个我想也是可以值得注意的话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您教育 就是说基督教现在对于 就是说刚听起来 国家好像跟基督教有一些是站在对立 但有一方面它好像还是可以 就是教会可以利用国家的一些 一些比如像刚刚提到的 跟民间宗教的进和的关系 竞争又 那因为基督教 就是现在中国的主要的 可能扶植自己本土的宗教 那基督教对于这种的反应他们如何呢 就是说对于这种主要的策略 确实是 现在确实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 扶持佛教啊 道教啊 这样子 或者是让民间宗教的发展 他们觉得这个会 反过来压抑了一些宗教的发展 这个我们现在确实发现了 有这样的一种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 中国政府对基督宗教还是有一种防范 觉得它是西方外来的宗教 那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中国教会对这个有太多的一种的讨论 因为他们 我想他们一直觉得 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传教了 那种的 因为基督教是一个传教的宗教 所以不管政府是否是福其其他宗教 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想办法去 在很多的宗教 去做好他们的那种的传福音的那种的工作 尽管在三级教会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教会是很重心那个传福音的工作 因为中国还是政府规定 那个宗教活动 只能够在宗教场所里面进行的 离开的宗教场所 那些宗教活动都是非法的 所以如果你要传教的话 你不能离开那个教会的外面去跟人谈 那个人进来你可以跟他谈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很多教会 农村也好 很多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 他们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场所 这个也是一种 你会发现一种的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智慧来做 这个所以 当然最敏感就是刚才我所说那种的 像穆斯林传教这样的 这个现在 但也不是很多中国的教会 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意向 但是确实现在这样的一种的意向 在某一些家庭教会里面 他们是很高举的 我想这个是 也有一些教会说 他们已经派了人去新疆了 去做一些移民的宣教的一些开启等等 所以当然 这个口号是一回事 你去到那边 你去到新疆 可能还是跟汉人传教 因为你要跟那个牧民传教 其实有很多预备的 你要学习那些 维吾尔的语言 你还没学好那个语言 你怎么跟那些牧民传教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中国的一些教会里面的口号 可能是讲得太大 他们可能真的去了新疆 但是他们不懂那些人家的语言 可能你去到那边还是跟汉人传教而已 就是说他可能要保持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可是他一方面好像又要有点矛盾 他可以利用宗教之间的矛盾 达到他的一些统治上的和谐的目的 我想中国政府现在可能 有固要维持那些矛盾 他不敢用跳舞去矛盾 因为他也担心 就是保持矛盾 他才可以做一个仲裁者 然后利用那些矛盾去平衡各方面 现在我们看到 他确实是扶起 给佛教道教更多的空间 或者是让那些宗教 如果他能够发展起来的话 会压把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压下来 这个是很清楚看到有这个方向的 对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今天也谢谢教授的分享 真的是很感谢 我是觉得整个状况 替老师这样分享下来 感觉还好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个 并没有发生什么宗教战争 没有因为什么 因为管理矛盾冲突 发生了什么死刑 判死刑 或什么之类的 虽然有这个管理有没有 有压迫 可是看起来口鼻收藏 有种感觉 比起那个欧洲的什么 中世纪时代的 还有十字星东征 没有 并没有这个现象 你看这个 我们中国 这个是不是要讨论到 今天是讨论那个宗教社会嘛 是不是要讨论到文化这一块 是不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包容病序 对这个老百姓很宽容 整个老百姓 假如说你对中共挣钱 对宗教采取了一个管理政策 绝大多数老百姓到底是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大多数老百姓 采取是不是采取对抗行为 并没有啊 你看那个大国 那个 鸿修潜的那个什么 他也是靠着什么什么四大福音书 他就可以起义了 那个黄金之万 他也是道教 他那个佛教的那个什么 朱元璋 他也是佛教 他就可以建立一个明朝王国 这是不是在一个文化的架构来讨 也要讨论到文化的架构之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的浅见 哦 对对对 这个你可能的 興趣是在那个宗教文化方面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的这个殿景也是对中国家人有兴趣啦 我从事的不是博士啦 有爱好啦 我也是学历史啦 我也学从事的工作也是新闻 传播外交都有啦 好 好 最后请那个秉老师有没有最后要回应或补充的 嗯 啊 对还有一个问题哦 听说那个江 那个习子齐哦 他的家人是秘宗啊 对票里面必须是不是啊 还有那个就是说 他十八大以后哦 他有公布了十大邪教 啊那个十九大以后是不是会更换 因为十八大没有法轮功 他也没有法轮功 他可是最近几年好像并没有这个压迫的情形 那十九大会不会就是宽松对他的宗教十大邪教 会不会更换那个十大邪教的那个名称 嗯 我关于习英的那个家人这个真的不知道 很多传言哈 这个温家宝的他有西基督徒哈 那些都是呃 我想很多都是不正确的 我个人觉得哈 这个呃 关于那个他对其他的一些邪教的态度 我想 呃 上时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他对 总的来说他对宗教一定是控制的 放在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大的框架里面 这个是绝对不会 所以呃 而且他会控的越来越细 越来越严 这个肯定的 呃 呃 关于对法轮功 我我猜这个是法轮功放出来的封 因为法轮功一直都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名 哈 所以你看法轮功的那些报导 他常常会觉得那个把习跟将军放在一个对立的这个角度里面 就觉得习近平会反对很多 将军民做的很多的事情哈 包括他会平反法轮功这样子哈 但是我但是因为 我看这个可能都是那些大纪元啊什么法轮功的一种 嗯 主观的一种的一种的想法多余现实哈 这个呃 呃 我的当然 呃 呃 我觉得 法轮功要解禁哈 哈 好像一贯道在台湾 也可以解禁 当然国民党这样打一贯道 后来他也可以让那个一贯道合法哈 哈 那到底共产党会不会走这个方向 我想这个背后牵牵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党国的跟社会的关系的那个转型的问题哈 我想这个暂时我看共产党这样的发展 可能我觉得没有太乐观了 我都觉得哈 不是 我意思说十八大并没有那个十大学校没有包括法轮功啊 十八大以后啊 十八大以后他有一个 他有公布十大学校 哦 这个 并没有包括那个法轮功 对 十八大之前是有的 好 没关系 这个我给大家清楚 谢谢 谢谢 我们就非常感谢那个邢老师为我们 好 那我们大家可以下课 好 谢谢啊 谢谢大家 有问题大家可以私底下再找